7月1日,电影《蜘蛛人离家日》在首尔举办记者见面会 主演汤姆·霍兰德和杰克·吉伦哈尔亮相 第三次来韩国宣传,荷兰地大呼,时间太短,待不够 不仅如此,大家是真的很丑荷兰地 一说到拍照,各位也是相当配合 没想到吉罗哈尔与凤俊号导演也有深含 吉罗哈尔与凤俊号导演 来到韩国自然是要感受一下传统的韩国文化 特别为两人准备的礼物也是很般配呢